但我是真的在一起做之後才慢慢... 所以不是這樣做嗎? 你一起做之後才去喜歡 不,你逼我出去 有得逼的嗎? 你一直跟我說,有什麼理論 好... 有什麼理論是可以... 大家是不是開始想知道 又是用什麼理論去追蹤人 陰情女的心理差異 大家好,歡迎收看EG大國際 Hello,我是EG 我是Joyce 今天就要做一個很久都沒拍過的 又是心理測驗 這次就是情侶玩的心理測驗來的 你回答什麼啊? 一些情境題你要回答我 嗯... 六個題目,測你的未來感情生活 你們都可以一起玩的 因為很簡單,不用說記錄太多東西 OK,記住自己回答了什麼就行了 第一條,你正準備走去戀人的家 嗯... 沿途你看到兩條路 你要走哪一條呢? 第一條,直筆 而且是最快最快可以抵達到的路徑 但是旁邊就是完全有空曠人無聊的平地 第二條路,就有一些彎 都很崎嶇,很小崎嶇 然後附近就有一些很漂亮的景色 但是要久一點才可以到達 你會選哪一條呢? 1,2,3 第一條 我也是啊... 但是我覺得如果第二條是商店的那些 你一定去到達第一條 不是,我已經把它變成了商店的去戀人 因為我通常去找它的話呢 我都是會比較趕時間的 因為如果遲到的話呢... 準時試美得 OK,OK,OK... 對,對,對,對... 第二條 一路上,你就看到兩邊都有花 有一邊就是紅色玫瑰花海 另一邊就是白色玫瑰花海 你想在裡面選20朵花給你的伴侶 那到底你會怎樣分配這20朵花的比例呢? 20朵裡面,到底幾比幾呢? 一定要20朵的 對 我可能會是... 小聲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 你有玩過嗎? 我沒有玩過 看看你送給我的 OK,我應該會是用那些玫瑰花 然後再組成一個心形出來 然後那些光面呢 好像氣球一樣 有白色的一點 然後有一個邊 好像立體一樣的心 所以應該就是17枝紅色玫瑰 3枝白色玫瑰 好浪漫啊 為什麼? 我想把你收到 好瘋啊 這句 我會很... 平均地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嗯 即是十八十項 嗯 OK 因為... 即是你作為一個男人 你收到花 我會想起你收到那種... reaction 其實就是現在這樣 說一下而已 不會不會 所以我不想這麼多一半一半 不是 即是我不會知道 你會比較喜歡比較多的 現在黑色我一定 20度都會黑色 OK 第3條 你終於都到達了 伴侶的家了 你按門鐘 但沒有人的門 沒多久 結果是女博出來拍門 你會請女博 將自己的心意交給另一半 還是你決定 等自己 將自己交給另一半 那當然是自己 即是叫女博 找照片下來吧 我也是自己 我也是自己 第4條 最後你決定 是不是都入屋了 並知道 走到你伴侶的房間 發現裡面 什麼人都沒有 到底你會把你的玫瑰 放在窗台上 還是放在床上 3 2 1 床 有分歧 為什麼是窗台 因為你怕蟲 我剛剛在地上 摺眼花出來 放在床上 你會把這些 這麼骯髒的東西放在床上 那如果 你竟然放這麼骯髒的東西放在床上 不是 不是 因為我是這樣想的 放在床上 如果放在窗台 我未必每天都會看窗台 不是窗台 不是騎樓 如果放在床上 一定會看到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沒得看不到 不是 沒得看不到 如果放在床上 像大桌花一樣 放在你房間 窗台 也知道 有多大雙 你收過 不知道 很糟 所以我是放在床上 那你放在床上 第5 到了睡覺的時間 這個時候 你的伴侶已經回來了 但是你和你的伴侶 就不是一起睡 可能睡在客房 或者跟女僕一起睡 我不知道 總之 就不是一起睡 到第二天 早晨 醒來 你就起床去她的房間找她 在這個時候 你看到她到底還在睡 還是她已經醒了 3 2 1 醒了 一定還在睡 我覺得她醒了 她應該會 叫你起床 你會有起床 然後你會覺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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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防誇 然後我就想 什麼事 我不知道大家 大家記得記住自己的答案 不要只記住我 第6條 你即將 這天就完 你即將離開她的家 然後 你打算從哪一條路離開 第一 就是 直筆 而且最快到達自己的路徑 旁邊都是無聊空曠平地 第二 就是小崎嶇 然後帶沿途風景 優美 但要用長時間回到自己的家 2 3 第二條 因為你會送我 哇 你這麼甜 但我不會送你 你選另一條 因為 她很喜歡逛街 是啊 是啊 她就是 有時候 她不會送我到我回家 我打算我回到家 你都還沒回到家 但明明你是近 近過我回家很多 我又要買 通常都是 就是要逛街 不是要逛街 不是要逛街 就是這樣的 我是去找她 我準時 那我走的時候 我好多走 如果你不送我 我一定選第一條 我一定最快回到家 衝人睡覺 嗯 但因為我預期你會送我 所以就選第二條 就是這六條 不知道 我們的未來感情生活 會是怎樣 你的未來感情生活 會是怎樣 其實這個心理測驗 就是來自這個外國的頻道 應該是讀這個 Side2Go Side Side 我不知道 這條頻道的題目 我也是在外面找回來 不是我自己作的 至於答案是代表什麼呢 大家首先 訂閱了EG大哥仔 這條頻道 嚇死我了 我們去那裡看 不是不是 訂閱好了嗎 訂閱好了 我們開始了 第一條就是 選哪條路去找對方 這個代表你墮入愛河的速度快 如果算得長的路徑 你願意花上更多時間 去觀察另一半 如果才是短的路徑 你很快就會愛上對方 準不準 準不準 不準 很難說 我們情況 但我是真的 一起了之後 才慢慢 喜歡你 所以不就是準 你一起了才去喜歡 你說多次 你一起了才來喜歡我 不是 你逼我出去 你可以逼嗎 你一直跟我說 有什麼理論 我沒有 有什麼理論 大家是否想知道 又是用什麼理論去追蹤人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內心也不知道 OK 第二 你選了怎樣的玫瑰組 是代表什麼呢 紅玫瑰的數量越多 就表示你在愛情會付出越多 白玫瑰的數量越多 就是代表你對愛情的期望越大 不是 那你不是有很多期望 不是啊 我覺得我付出很多 我付出很多 我付出十七 你是一半半 就是我一半付出一半期望 對 其實期望代表是 期望有什麼收穫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樣是很適合我內心一直的觀念 因為很久之前 有一條心理測驗 我是說過 都是說過付出收回報的 然後我有說過 我是會 判察 就是對方付出多少 我才會再付出多少 喔 但真實 又真的可能做到怕 我帥氣 這個 付出了十七 贏 那你明天記得早點和我起床 我長肥 神經病 你付出了很多 他要看什麼 他要看Super Junior 他要讀上網 如果有人選擇了十八朵玫瑰 配上兩朵玫瑰 代表自己可能在感情中付出90% 但只能夠得到10%的理想玫瑰 這麼像你 你是不是看完這個 不是啊 我沒有看過答案 糟了 我們 我出了90分 但我只能夠得到10% 然後我就說 我看他最後付出多少 我才知道 付出多少 哇 哎呀好差啊 我是一個壞中的感情 這樣也可以 這麼快就用許智安來擋 你們呢 你們又怎樣選 這個我很有興趣 留言告訴我你們 還有 合不合你們的現實情況 對我來說 好像都有點歪 就是你覺得 你回報獲得很少? 不是 我覺得我付出了很多 我沒有說 你不知道我和你一起 然後我改了幾多集 嗯 嗯 你們選擇要個女僕去知會對方 還是自己去找對方 這個是象徵你處理感情問題的時候的態度 是選擇請第三方協調 還是轉彎抹角 避免衝突加劇 還是傾向直接跟對方談清楚 才可以避免誤會越來越大的 很適合我們 很適合我們 我們應該 對 應該很少人 我們應該找到第三個人調停 除非是那些好朋友 一大班人 然後就兩個一起了 然後就很朋友 然後就說 哎呀 那你跟我說一下 應該都會有這些 有這些情況 我接受不了 我不會自己的 這麼私人的問題 要人去幫我 四 你進去對方的房間 把玫瑰放在窗邊 還是床上 這個 沒有緊張 我們兩個不同 這個代表你期望見到愛人的頻率 如果你把玫瑰放在床上 就表示你期望每天都會見到你的愛人 甚至可能在關係中得到很多承諾 如果把玫瑰放在窗邊 就代表你不是期望 每天都一定要見到另一半 而且那個頻率不用太高 對 這個人是 他是會走的 他心情不好 他不聽你的電話 找到他不回應你 哪有啊 有啊 你真的會不回應 那 現在不是說吵架 什麼方便 你都不是吵架 有時候公司不開心 你都會不理我 沒有 是嗎 一定沒有 是嗎 沒有 除非是我跟你說公司有什麼不開心 然後你在跟我理智分析 哦 是啊 我很久都沒有這樣做 大家可以放心 我真的不會再分析這些 總之我之前試過很不開心 我真的很不開心 然後跟他發洩 然後他就說 你是不是想聽真話 我很久都會這樣做 這些頭髮很久都沒有踩過 我現在通常都會 哎呀 就是我們約會期間 不用每天見 嗯 因為你經常都很想見 很想見 但其實我們只是一個星期見一次 或者兩次 嗯 然後我覺得你的頻道 其實我是OK 我快要飛了 是啊 這個人就是要去旅行 他在他自己生日的期間 已經去了旅行 和我們三周年 對 而他去了旅行 哈哈 我要去第二演唱片 我說留在香港 哈哈 你到他的房間 看到他的時候 他在醒來還是在夢裡 嗯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什麼呢 如果你認為他是在醒來 即是表示你希望 他會為你改變 如果他還在睡覺 就表示你傾向接受他們 為你的方式 不準哦 準嗎 你看到我寫了 嗯 即是你想我為你 噢其實是哦 是哦 這樣對 所以我是什麼 你是接受他們愛你的方式 這個又我覺得 又不是很接受 哈哈 又不是很慘 啊 哈哈 你愛你的方式 不是接受你冷靜的 壞習慣 哦 聽不聽明白大家 這一道 都OK的 OK 但這一題準不準呢 我又 很難定段 嗯 這條 你們覺得準不準 然後到最後 離開愛人家的時候 你會選哪條路啊 如果你選短的路 就會比較容易有短暫的愛情 如果你選長的路 你就是更喜歡 細水長流的愛 哦 我們是一樣的嘛 一樣的 但我是說 只要你送我回家 我才會選長的路 那更加對 我是說 哈哈 哈哈 為什麼結果好啊 結果很好 陰情女的心理測驗啊 每次都是這樣 好啦 那這次九圍的心理測驗 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這類型的心理測驗 如果喜歡的話 之後再繼續給大家看 如果知道這條片 記得訂閱這支大個仔 追蹤我 他的Facebook和IG 我逢星期一 星期四出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最終了 做集中 做集中 做集中